63岁了,张国丽依旧很忙,忙着拍电视剧,也忙着主持,至于家庭因为妻子邓杰,并不需要她怎么操心,然而,看似人生赢家的张国丽,心里还是有个疙瘩,那就是因为对前妻的守约,让作为女人的邓杰人生不够圆满。 是前些年,当老友王刚因为妻子郑雁东竟然怀孕了而担忧未来以至于有些闷闷不乐时,佛系,了许久的她怒了。 彼时在铁三角的聚会上,张国丽撇开,何世老,张铁林,对着王刚就是一阵痛批,不仅直言她不该,丽挺郑雁东渴望有自己的孩子没有错,之后她更是不惜自接伤疤,骂自己不是个男人,以爱为名却给了妻子邓杰最致命的一击,而这个无法弥补的错误她希望好友不要复制,也不要剥夺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权利。 激动过后,张国丽沉默了,张铁林也不语了,而王刚不委屈了,于是次年八月末,她欣然迎接了个儿子王一丁的到来。 然而儿子的出生,虽然让王刚欣喜若狂,但她内心其实依旧有担忧,她担心自己自己不能陪伴差了二十岁的妻子郑雁东走完这一生,更害怕不能看着儿子长大成人。 不过这一次,王刚并不需要张国丽迪斯,自己就想开了,毕竟儿子都出生了再起人忧天又用什么用呢? 这之后原本就注意保养与锻炼的她,为了妻子与小儿子愈发注重身体,而她不仅推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应酬,更是彻底与烟酒告别,过上了修身养性的日子。 1948年出生的王刚,今年不多不少正好七十虚岁,如今的她样子看上去不属于洞灵,那一挂,但得益于这些年的修身养性,她不仅比同龄人看着年轻,身体也是备而傍,十分老当义壮。 都说身高不是距离,年龄不是问题,但真当两个年龄差得有些大的两个人走到一起,其实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外界的质疑,还有来自生活的种种矛盾,哪怕结婚了依旧有诸多考验在等着,但如今在一起了,还是祝福那些友情人能幸福得顺遂一些。 特别声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三十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